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神秘的古国 不朽的传说 在一个遥远神秘的地方 藏着神奇不朽的传说 这片神秘的土地就是埃及 拥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 在这片沙漠的怀抱中 诞生世上最辉煌壮丽的文明 正如尼罗河的滔滔江水 古埃及人的宗教观 也像是一条连接着生与死的神秘之河 他们深信神奇的力量 影响自然的运行 而人类的善恶举止 也深受到神明的注视 信仰赋予了古埃及人无穷的力量 塑造他们坚韧的性格 成就辉煌文明 在这些神话中 神灵们透过故事 诠释生命的意义 带领人们探索宇宙的奥秘 沿着这条历史的宁罗河 探索古埃及神话的奥秘 感受神奇所赋予的智慧跟灵感 让我们一起踏上穿越时空的旅程 一起揭开神秘古国的神话灭纱 故事及人生 预言误道理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 埃及十二大神圣动物的故事 第六个是甲虫神凯布利 它是太阳神破小石的花生 形象是人的身体 甲虫的头 凯布利被认为 和拉神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 埃及人想象着 有一只巨大的甲虫 将太阳球滚过了天空 才导致了甲虫和太阳神的连结 所以凯布利经常会被当作是 找成的太阳神 圣甲虫是古埃及象征复活或是再生的神圣徒刑 古埃及人认为 圣甲虫代表了昆虫神圣的一面 所以圣甲虫在古埃及时期 是十分受到喜爱的形象之一 圣甲虫的形象来自于凯布利 在之后几千年间 圣甲虫的图形成了古埃及文化很重要的护身符 皇室成员以及王者都有佩戴的习惯 一直到今天 圣甲虫还是珠宝设计中很常见到的图案 少部分思想成就的埃及人 至今仍然相信 服用圣甲虫研磨成的干燥粉末 可以助长男性的性能力 圣甲虫凯布利是一个 头顶着甲虫脑袋的男性形象 有的时候 凯布利会直接以圣甲虫的形象出现 有的时候会以太阳神的形象出现 凯布利代表了太阳 这个名字蕴含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和古埃及神话的寓意 在埃及语言中 代表从无到有的意思 凯布利身为古埃及太阳神的一种面貌 他不但为大地带来阳光 也创造了整个世界 为什么凯布利长了一颗甲虫的脑袋呢 这个形象又是怎么变成护身符的符号呢 基本上考古学家或学者普遍认为 古埃及人曾经把甲虫身上一些怪异的行为 一一的记录下来 在观察甲虫的行为过程中 古埃及人注意到了一件事 就是甲虫不论前往哪里 都会一边走一边推着一坨 由动物粪便滚成的粪球 不用多久 这些粪球就会孵化出甲虫的幼虫 由于幼虫刚孵出来 就已经完全成形 就像是太阳每天都会从地平线的一端升起一样 从这个蜕变 让古埃及人相信 甲虫和太阳神一样 是具有神奇力量的 于是甲虫就成了创造生命的神圣象征 就像凯布利一样 能够保证和生命息息相关的太阳 每天都可以从东方升起 古埃及的宗教文化和重生 复活等等议题紧密关联 甲虫的习性代表重生 象征着太阳周而复始地伸向天空 然后又落下 不同的是甲虫推动的是粪球 凯布利每天推着的是太阳 他推动太阳横跨天空 到了晚上又将太阳推进名府 在文献画像中的凯布利 顶着一颗甲虫的头 坐在太阳船 沿着地皮线缓缓地前进 凯布利保证他能够完成日夜招替的工作 同时身为民间的神灵 他也会承担度化亡灵 带领着亡灵前往来世的重要责任 圣甲虫从古埃及时期就被当作是护身符 用来赐福人类平安 古埃及时代的护身符大多是用宝石雕刻而成 有的俊刻成图章的样式 上面还会刻上法老和制作匠人的名字 古埃及人佩戴护身符 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被恶灵附身 圣甲虫护身符一开始 具有阶级统治和划分的作用 后来逐渐被用在墓葬的装饰 所谓心形圣甲虫的形象 通常是用黑色或是墨绿色的宝石雕刻而成 心形圣甲虫如果不是放在木乃伊心脏的位置 就是会用金丝线穿起 像装饰物品一样挂在木乃伊的脖子上 圣甲虫形象的护身符 会刻上王者的名字 以及一句来自埃及亡灵书中重要的咒语 这一句咒语的目的是在告诫王者 要保存初心 在接受神明审判的时候 不要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语 否则自己的灵魂就会被流放到地府 再也无法被引渡到下一世 更严重的是 王者将会永远无法获得安宁 以前木乃伊的胸前 会缝上一只两边打孔 大而平 翅膀张开的圣甲虫护身符 这些护身符通常是用蓝色 陶瓷或者是蓝色的宝石制作而成 近几年 动物学家致力研究 小昆虫的导航方式 实验观察的结果 甲虫在行动的时候 总是头朝着后方 看着后方的道路 然后靠后腿推进粪球 慢慢的前进 粪球在甲虫的推动下 沿着完美的直线前行 而甲虫每推一段时间 就会停下来 跳到粪球的上面 停留一段时间 动物学家也对甲虫 停在粪球上的目的深入研究 结果一致认为 甲虫爬到粪球的上面 是为了要看太阳 因为甲虫把光线 当成是人类的指南针 用来确认自己当下所在的位置 虽然甲虫在古埃及 受到高度尊崇的理由不一 但肯定的是 甲虫从古至今 都被当作护身符的符号 同时和生命的源头有关 甲虫在埃及文化中 已经变成一种圆形象征 直到今天还能够激发人类 无穷的想象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鳄鱼神索贝克 曾经保护刚出生的何路斯 还帮助了伊西斯姐妹消灭赛特 索贝克在尼罗河野南 非常的受到欢迎 特别是鳄鱼很多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不但不害怕鳄鱼 还会喂养鳄鱼 并帮鳄鱼佩戴首饰 鳄鱼在这里可说是吃好 餐好 死了之后还会被做成木乃衣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鳄鱼神索贝克的故事 古埃及人对于鳄鱼 又怕又爱 因为他具有两种冲突的形象 一方面凶狠残忍 另一方面又是亲切的保护者 在古埃及许多的地方 鳄鱼被视为是索贝克的化身 是国王权威的象征 埃及的神话故事里 奥西里斯的尸体被鳄鱼背到岩石上 避免了被冲进海里的厄运 另一则神话里也说到 荷鲁斯出生之后 为了躲避赛特的侵害 母亲伊西斯把他带到了陵罗河边 因为他知道 鳄鱼会保护儿子不受到伤害 索贝克的形象是 鳄鱼头男人生 他能够随时变成一只鳄鱼 潜伏在湖中 在沼泽或者是石滩极流一带出没 尼罗河沿岸的居民 视鳄鱼为最高神灵 经常以祷告和各式的祭品来取悦他 索贝克是第十三王朝国王的保护神之一 对他的崇拜者来说 索贝克就是巨匠造物主 不过在另一则传说中 索贝克的母亲不是伊西斯 而是塞特和奈弗蒂斯生下的一个畸形小孩 是长着鳄鱼头的神奇 这个孩子的身体类似于人类 但是全身覆盖着坚硬密实的鳞片 身后还托着一条粗大又沉重的鳄鱼尾巴 手脚也是鳄鱼脚爪的模样 不过有些时候 他会直接以一条完整的鳄鱼形态显身 据说索贝克有四倍的神性 有四种元素 包括拉的火 酥的空气 盖部的地球 以及欧西里斯的水 在《死者之书》中描述 他曾经保护荷鲁斯 并且帮助他和母亲伊西斯消灭赛特 在尼罗河沿岸的人们 会将鳄鱼养在池塘 从凶狠残暴的个性 慢慢驯服到可以不伤害人类 人们对于鳄鱼非常的尊重 会为鳄鱼穿戴首饰 吃的方面也是特别的料理过 鳄鱼被当作天神来照顾 吃得好 穿得好 而且在死了之后 会被制成木乃伊 安葬在神关中 索贝克只有少数的几座小神殿 通常只有希望在航行中 避免遭到传难的水手们会来祭拜 不过 在埃及各地 鳄鱼神也会被供奉在私人的神龛中 接受人们礼拜 当时许多鳄鱼被制成了动物木乃伊 供奉在索贝克的信仰中心 鳄鱼蛋的木乃伊 有时候也会用来供奉 象征着索贝克与太阳神融合的循环特质 同样的 在宗教圣地所饲养的鳄鱼 被视为是索贝克的活化身 死亡经由盛大的仪式 制成木乃伊 作为索贝克 在这个城市的代表 这项仪式会在鳄鱼之城的主神殿中进行 不一样的是 在宗教圣地饲养的鳄鱼 被做成木乃伊之后 它们的口里以及背上 还会放有小小鳄鱼的木乃伊 这是因为鳄鱼是少数会照顾后代的爬虫类物种 透过将小小鳄鱼掀在口里 或是背在背上的形式 把它们带到池中 木乃伊的制作完全参考这项行为 这是为了强调索贝克保护和养育后代的特质 索贝克如此照顾埃及的子民 就如同鳄鱼照顾自己的后代一样 看过鳄鱼掌项的索贝克 接着来介绍一名掌项神秘的小爱人 他被视为家庭和妇女 或者是小朋友的保护神 据说他可以用音乐来驱逐坏东西 保护人们远移灾厄 维持家庭的和乐 因为这样的形象 让他在古埃及的家庭可算是大受欢迎呢 不过因为他长得太有特色了 有一千小朋友还被他吓了一跳呢 贝斯是古埃及的一个神奇 整天笑眯眯的 所到之处 只要有不公平的事情 他一定会管 他是一个保护家庭 孩子和工作的家神 此外 他还保护婚礼和分娩 也是一位保护音乐和舞蹈的神奇 贝斯的笑貌丑陋 顶着狼的头 身材矮矮小小的 舌头比正常的人要突出 他的脸部不止很不平整 还呈现弯曲状 有两条浓密的尾巴 一条是鸟尾部的羽毛 一条是鳄鱼的尾巴 贝斯长有两对平行的翅膀 肩膀宽又厚壮 上肢的肌肉很发达 他的肚脐露在外面 腰部看起来很纤细 双脚虽然很短 却很有力量 贝斯是音乐 舞蹈 幽默 和性生活的守护神 在妇女群可是很有人气的 他同时也是房屋 妇女 儿童和生产的保护神 经常被用来作为珠宝 或是镜子的装饰 除了青铜雕像或浮雕之外 一般被雕刻在魔法宝石上 上面还有公羊角 圣蛇 乌拉埃乌斯 太阳盘等等图像 宝石的背面 还刻有希腊文字的咒语 贝斯是古埃及比较小的众神之一 从很早的年代开始 埃及各地就已经供奉着贝斯 虽然不同地区供奉的贝斯 面孔或者是名字 也许各有不同 但是贝斯的任务都是一样的 要为人民消灾解难 贝斯本来是非洲的原始信仰 在十二王朝时期才进入埃及 他留着胡子 人长得娇小 虽然其貌不扬 甚至有点可怕 不过 因为他总是笑咪咪的 还好管闲事 喜欢打抱不平 所以渐渐的 人民不但不会害怕他 还称他是好笑的小矮子 贝斯的形象充分显示出 想象力聚集的成果 这是当时的埃及人民欠缺的部分 贝斯被当成了音乐之神 他的任务包括 保护那些表演的孩子们 除了音乐神的称号之外 贝斯也被称为矮人之神 或者是丑陋之神 形容他穿着曝鲁 用惊天地气鬼神的长相 和豪情万丈的叫声 来震慑坏蛋的强悍天神 特别的是 贝斯在使用丑陋魔法的时候 会让本来就不太好看的长相 变得更加的丑陋 包括 他的眼睛会变大 舌头会变长 嘴巴还会流出黏黏的一体 圣灵里来了一只黑毛怪大猩猩 他叫黑普 因为可怕的外表 一直交不到朋友 一段时间过后 动物们发现 黑普虽然外表可怕 但是却有一颗超级善良的心 所以大家渐渐喜欢和他做朋友 贝斯和黑普一样 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最后才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为亲自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 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顾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修斯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看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开到奥里帕斯的Kinney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唱身所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1234567 生活到处是惊喜 咦 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冲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奇幻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糖果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后带领 不管是不忘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善要志愿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停止我的心 albumникиες 我不能背脑 作词